大家好,爱吃的小猫君和大家见面了 真后悔看了《黑暗荣耀》 应该等到全剧中后一会儿去看完的 剧情突然断流,真的感觉意犹未尽 这是围绕上上个月30号上线的 Netflix宋黑桥新剧《黑暗荣耀》 在观众群中最常见的抱怨了 还没等到会桥展开真正的报仇 咔嚓一声,Part1结束了 让沉浸在剧情中的观众一下子变成了 追击之犬,图万无几了 不过第二季将在3月10号播出第二季 他忍尽顿声多年,筹划一场复仇大计 正式开展,要把遭受的苦痛 以压还压,加倍奉还 官方除了在官宣第二季时间时 释出新宣传照 宋黑桥的神秘微笑,霸凌者,朴延珍的 我一点都没错等剧情 处处都是悬念,令人不寒而栗 17日,官方再度更新进阶版剧照 宋黑桥面对每位对手演员的微妙表情 都带出与每个人之间的不同关系纠葛 被网友大赞,眼神,眉毛,嘴角 全都在演戏 光看剧照变脸就让人起鸡皮疙瘩 完全是戏精大爆发 编剧尽数,先前更透露 最痛快火辣的剧情都会集中在第二部 暗吉浩则说 文东恩和朴延珍的争斗正式开始 加害者受到惩罚的故事 绝对让人目不转睛 很明显,霸凌无人组正走向分崩离析的道路 剧中的吸毒画家李梭罗 与空姐摧毁成反目 之后又出现被捕画面 预示了他的下场 另外,何杜林紧皱眉头 看向其子朴贤症的神情 也印象了他先前曾说过 在第二季这个角色将会变得愤怒又绝望 而在第一季中 生死未卜的孙明雾 再次出现在宣传照中 看似毫发无伤 只不过汉荣耀存在多种反转 他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 会不会对剧情起到关键推进作用呢 答案不到一个月就能揭晓了 接下来就和小毛俊一起来看看吧 文东恩与朴延珍的海报中 文东恩表情是最仇恨的 潘远珍养眉头紧促 苦着脸 气势汹汹的眼神 看得人真的是心砰砰的跳 复出之路马上就刹开了 写着台词 你那在每一瞬间都快乐的灵魂 说明潘远珍的恶是他的本性 潘远珍是最让文东恩愤恨的 也是最难复仇的 但他的复仇已经奏效 因为他一步步的计划 最后都是要瓦解潘远珍 从第一季中我们可以看到 文东恩已经接近了 他与何道英的女儿 但是他只是利用女儿吓唬他 他真正想做的是 找到他杀人的证据公开 让他在舆论中备受折磨 而且让他身旁无一人 包括他的老公和妈妈 而朴远珍为了自己的事情 不被丈夫知道 他会到冬恩家里 看到了精心制作的复仇计划 这时候丈夫竟然也来了 看到满墙的复仇规划 朴远珍也惊呆了 这一切都是冬恩受到校园暴力 心里留下阴影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朴远一直都没有忘记受到的屈辱 所以一直都在接近女儿的家人 给他们制造更多的混乱 面对朴远的复仇 朴远珍为了自己的利益和面子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伤害朋友 拿朋友当挡箭牌 威胁利诱 陷害出仇 各种手段都用在朋友身上 出轨朋友 这样的他 第二季必定会成为众矢之地 在第二季预告中 他仍然享用 第一季的方法贿赂文端的妈妈 但朴远珍没想到的是他妈妈也是文东恩的复仇对象 朴远珍的妈妈与那位警察定期的与巫师那会面也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何道英与文东恩 何道英是施暴者的丈夫 但是却一步步走进了女主设下的情感陷阱 急色偶遇之后 被女主深深吸引 甚至可以说是无法自拔 他为女主在公园里建立一个巨大的棋盘 他原本理性又腹黑 像鱼儿咬钩一样主动联系了文东恩 想知道第二季中 他会站在妻子这边 还是文东恩那边呢 又或者他会做出第三种选择 理论上 他在婚姻中也是受害者 妻子欺骗 出轨 让他洗当店 他肯定会报复妻子 关键是 他会怎么做 毕竟丑闻曝光 也会影响财团的声誉 前面有伏笔描述过他这个人 相比全赛俊那种一眼 就看得出是畜生的人 他坏得更高级 需要仔细分辨 毕竟男儿的心思太难琢磨了 不过从海豹中看 综合看男主 包姆大婶和何道英的造型 就可以看出 他们是对文东恩有利的 海豹中 东恩撑着他的肩膀 可能暗示借住了男儿的力量 说明何道英是站在文东恩一方的人 但是何道英是第二季最惨的人 因为他仅仅是文东恩的利用者 对他们有真正的感情 所以看男主的柔情 与包姆大婶的温柔不同的是 在海豹上 文东恩对他的眼神是邪式的 说明了文东恩对何道英的态度 而海豹上的台词 不喜欢说不知道 但是仍不知道 所以何道英对于妻子 朴英真的态度 很可能处于不信任的态度 自己完美的生活 也开始瓦解 对于完美的他 生活的一地鸡毛 已经是最大的毁灭了 第二季海豹中最有看点的 就是全载郡 全载郡竟然哭了 在第一季中最让我怀疑的地方 就是文东恩对于恶人帮的人 都可以淡定对待 但是全载郡竟然仍让文东恩呕吐了 全载郡在下游暴力中 一直是旁观者的态度 但是他用文东恩的胸开过玩笑 这样文东恩受到了耻辱 但是这部剧的男二角色是全载郡 所以全载郡在第二季 肯定会有大作用 他喜欢文东恩吗 全载郡哭 是因为他也被朴延真背叛了吗 跳下楼 那双变态的眼睛 说明了全载郡的本性 在第一季就下线的孙明悟 在第二季中仍会有戏份 他的死亡真相将会大白 在别人苦痛前站着的那双脚 说明他的死有关系的有两个人 是朴延真与李莎拉其中的一位 但是孙明悟本来在文东恩 就是异效耗品 他的作用已经发挥出来了 而文东恩抓住了李莎拉的头发 说明李莎拉的结局和头发相关 而且他吸毒 那双嘲弄和破坏的手 捂住的是崔慧婷的嘴 那张对别人不信嘲笑的嘴 说明他祸从口出 对他将是另玩弃之 站在文东恩一侧的男主和保姆 最想说的保姆大婶 可能被朴延真发现 并且送入了监狱 保姆大婶的结局不是很好呀 李道现实演的男主角 愿意成为文东恩的柜子手 三幕后帮他五件复仇 就此两人组合的复仇计划 拉开大幕 身为一名医生的他 有更多的机会 制造生命终点的假象 可以成功逃脱犯罪的嫌疑 成为最好的复仇帮手 不过男主在另一场事件中 也是受害者 他父亲被连环杀手杀害 且这个连环杀手 还不停地给他写信 描述是如何杀死他的父亲的 这导致他也存在一些心理疾病 那么他和女主究竟是双向救赎 还是一起堕落到底呢 在他的想象中 他模仿着那个连环杀手的动作 杀死了连环杀手 血从紧动脉朋友而出的时候 看起来他是跟自我和解了 他决定不再与他的心理疾病做斗争 而是像女主那样复仇 男主身上的秘密 与仇人第二季应该解决吧 看荣耀中 文东恩遭遇的学校暴力 让人恐惧 二人五人帮也让人不寒而栗 但随着文东恩的崛起 开始了有针对性的复仇 每个人的方法不同 但是结局都是走向地狱 每一个施暴者都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正义不会缺席 只是有时候你得等一下 别放弃 恶人最后都会说到应有的报应 虽然过程很艰难 东恩内心时常遭受校园欺凌恶梦的困扰 但是他没有放弃 让那些祸害自己的人得到了相应的惩罚 东恩的勇敢和坚强 是任何人都难以企及的 虽然说渊源相报何时了 但是正义是站在勇敢的人一边的 不要害怕要勇敢面对 有了相同遭遇的人帮忙 他们惺惺相惜 最终东恩能否复仇成功 恶人又会否有哪些不同的报应呢 大家一起来揭晓 第二季已经等不及了呢 参加了几스트